热北海道的三座的铁路车站 常年因为亏损面临被裁撤的命运 那么其中还有一个站 至今仍旧有一位女高中生 她每天都会定期来 那么当局也决定了 要在她今年的春天毕业之后 才正式废掉这个站 在矮矮白雪中等待火车 或是在夏天的翠绿中出发去上学 这位日本女高中生 每天使用的旧白龙车站 即将在三月二十六号 随着她毕业一起被裁撤掉 北海道的石北本县 上白龙 旧白龙 以及下白龙三个车站 长年以来几乎是无人使用的秘境车站 平均三车站只有早晚两个班次 被列入裁撤路线里 只剩这位女高中生仍在定期使用 当局也决定等到她毕业 不论春夏秋冬 这里都是欣赏北海道山区景色的完美铁道路线 石北本县曾经因为货物运输繁华一时 但在道路开通后使用率一落千丈 终究面临淘汰 就如同电影《铁道园》高仓舰饰演的站长 终其一生坚守岗位 而这个三个白龙系列车站也坚守了八十多年 却抵不过时代变迁 工程升退将成为当地人永远的回忆 国际中心重蓝便宜